油價的上漲是不是 未來也會引發物價的上漲 所以現在讓這個聯準會不敢高歌 我本來想要唱一下 落高音 後來想要算了 到時候又被剪掉 但是 是不是因為油價的關係 油價是有影響 你講的沒錯 那聯準會的任務 就是現在的任務 對抗通膨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有一個 奇怪的地方就是 聯準會對通膨跟經濟的展望 跟華爾街金融圈的 展望不一致 不一樣 通常你知道嗎 投資圈流行一句話就是 別跟央行對著幹 現在看起來 金融市場對於 利率通膨這些展望 看法跟 聯準會是對著幹 而且 今年好像都一直對著幹 去年下半年已經開始了 這個東西是因為他們 華爾街金融圈沒有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高通膨時代的話 通膨很頑強不容易打下來 這件事情 金融界 莊沒看到 就這個 現在看起來確實已經 然後聯準會就一再的跟市場溝通 就在講這一點 就說這個很頑強 他甚至於乾脆講今年不會降息 對 然後他們 改成預測明年要降息 現在乾脆 現在先把 預期的四碼 修正為一半子兩碼 我告訴你 明年整個年都不會降息 到了明年他跟你說我根本不會降 他慢慢的修 現在我們看起來 首先認識一點 通膨數據 如果超過5%有人會拿6%當標準 我們認定是高通膨 一旦是高通膨時代的話 通膨會很頑強打不下來 現在我們講原因是這樣 通膨現在數據是有放慢 但是速度還是慢 而且 維持在通膨的那個基準線以上 就是3% 3%加了有通膨 你看如果是通膨率在3%以下 怎麼2點多 2點多 那個都還可以忍受 那個沒問題 因為目標值是2% 政策目標是通膨 設在2% 好 這裡插播一下 用這個圖來解釋為什麼是2% 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 如果因為某種原因 這個需求增加 譬如說政府財政支出增加 花消費券 基礎建設投資等等 外來力量刺激 然後 企業產出增加 公司獲利增加 股價也上漲 然後給員工加薪 增加雇用 結果呢 所得 上升 消費增加 果然呢 需求增加 漲價 對繼續 這叫通膨循環 為什麼要2% 而不是0% 是這樣子 因為2%這個才動得起來 就是讓它動 0就 正常跟常態下 溫和的那個通膨是 對經濟有利 好 那現在是 雖然有換慢 但是在3%以上 然後呢 6月份的時候 整體CPI到3.0 然後7月份變成3.2% 3.2% 8月份變成3.7% 果然是緩彈 那就是說通膨會出現緩彈 那 之前我在這個節目其他節目有提到這個可能性 這個風險 就是通膨會緩彈 那現在下半年來了 因為 高基期效應也消退 上半年有高基期效應 然後現在問題是說通膨如果拖久了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第一個會形成通膨預期心理 通膨預期心理大家開始意識到說會有通膨 會有通膨 通膨預期心理成形之後 那會產生至少兩個重大效果 第一個是各種商品 產品 產品端 會開始重新定價 就他把 像很多沒漲價我看到最近都在漲價 對就是那個產品端 這是物價的部分 再來 各種生產要素 會出現落後補漲 這個我覺得就很麻煩 就是要彌補通膨的那個帶來的那個購買力的損失 那這個生產要素有幾個 第一個原物料 原物料 原油 原油是一個 能源嘛 再來第二個就是 租金 租金 房租 對開店面 這些總要用到商辦 這些都要付租金 然後再來就是工資 尤其現在經濟結構裡面大部分 六成七成以上都是算服務業 服務業的話主要的工資 主要的那個成本是薪資 對 那除非他生產力 蓋過薪資成長率 不然的話 企業會有漲價的壓力 對 所以呢現在我們看起來 原油 租金 跟工資 這三個生產要素 都很強都還沒有真的下來 好現在我們要解釋 為什麼會 通膨長期化這個問題 是這樣 這是一種風險 風險 但是我們我們不希望它發生 但是聯準會 聯準會也不希望它發生 聯準會一直在暗示 但是呢 會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 對抗通膨的重點 是短期內的話 用貨幣緊縮 把通膨的預期心理打掉 這個很重要 預期心理沒有打掉的話 後面這些問題會沒完沒了 這個的話我們補充一下 剛才說工資的問題 就是你 以前也提過 叫做 物價工資螺旋性上升 對 所以現在 要把預期心理打掉 不然會陷入 長期化這個危機 那聯準會利率政策的動向 很多人都在那邊猜 到底要幾碼 一碼兩碼 其實我們要直接講 聯準會 制定利率政策 真正面對的是 通膨長期化的風險 這個我們要一再強調這一點 就是說這個風險 還是聯準會真正放在心上的 那聯準會說過 因為這個原因說過兩句話 寧可緊縮過度 不要緊縮不足 然後不宜過早降息 上一次大通膨時代的時候 曾經兩次降息 兩次降息的結果 通膨都在創新高 後來聯準會才放棄這個想法 直接把 基準利率達到 20% 然後把通膨打下來 所以聯準會真正擔心的是 通膨的反彈跟長期化 而這件事情 華爾街 投資界 金融圈 都沒看到 不願意面對 不願意面對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理解 為什麼很多人告訴你 升息接近尾聲 趕快去買債券 是這樣子 上一下這個經濟學的課 這個部分 就是 鮑爾他在講 中性實質利率 我們要有心理準備 可能會更高 可是到底實質利率是什麼 這一次聯準會 在記者會上 這個主席又提到 失質利率這個概念 是這樣我們很簡單 簡單的把這個概念講一下 就是我們的利率水平 要減去 減掉預期的 通膨率 就是英文叫做 Expected Inflation 是 那這個是預期的 不過後來我們就減壞一點 就直接拿實際值去做比對 好 好 那舉個例來說 如果你換款給別人 利率是5% 對 那你一年後會賺 會拿回 本金利息105萬 那現在有通膨對不對 假定通膨是3% 那就是 那你到時候 你買東西100塊 原來100塊到時候要付103塊 對 所以呢 你那個 拿回了錢 有那個什麼 購買利損失 對 因為你被通貨膨脹 通膨吃掉 等於課稅了一樣 然後你的利息5% 減掉通膨3% 你等於2% 就是 105塊 對不對 你現在買東西103塊 其實你只賺2塊錢 只賺2塊 實質利率等於2塊錢 所以實質利率的概念就是扣除通膨率的影響 那這個東西對 聯準會的利率政策非常重要 為什麼 我們現在看歷史紀錄就知道 在有通膨的年代的話 如果實質利率是負的 負的 那你等於是被課通膨 被通膨吃掉 所以你會想要趕快把貨幣甩出去 去買入資 包括買保值的資產 這樣的話 貨幣流通速度提高 對 然後整個總區就會增加 通膨會難以降下來 所以我們看歷史紀錄 通膨成 那個藍色是利率 紅線是CPI 整體CPI 那 在有通膨的年代 這一格是10年 大部分的時候藍線比紅線高 然後你看 藍線它曾經降息 降到那個資質利率是負的 就是藍線比紅線低的時候 紅線反彈 它降息對不對 重新降過時 現在不是華爾街都要求降息嗎 結果降到後來 藍線比紅線低了 結果紅線